成龙为妻子林凤娇庆生,中年以后才知道,老婆才是最珍贵的人。 今天是林凤娇66岁生日,成龙通过媒体宣传中心为妻子林凤娇庆生,并称:"谢谢一辈子,谢谢这辈子有你。 并没有其他的话,而是一句谢谢,不演真心的感激,也足见一个丈夫对妻子半生付出的感恩。 婚姻中,男人总是到中年或者晚年以后,才懂得一个道理,老婆才是这辈子最珍贵的人。 成龙大哥年轻的时候也荒唐过,和吴起立婚外情,生下小龙女。 现如今,小龙女三天两头的上新闻,控诉成龙的不负责。 无论真实情况如何,都不见成龙回应,看到的是,成龙大哥对妻子的感激和对儿子的恨铁不成刚。 人过半生,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,哪些人才是最珍贵的。 。 茫茫人海中,都是独立的个体,遇到相互吸引的那个人,结成情侣,完成婚礼,组成家庭,成为一生仪式一双人,相互扶持走完一生。 。 为什么结婚,婚姻的魅力又是什么呢?婚姻最大的魅力其实在于让人探索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,究竟能达到多么深度的连接。 。 在一段有营养的婚姻中,最坚韧的纽带不是爱情,而是坚荣和谐的精神世界。 。 因为爱情迟早会在日复一日的熟悉中变得平淡,单身之与内心的认同感才是最珍贵的,并且无法被替代。 。 因为爱情组成婚姻,组成家庭。 婚姻也让更多孤单的人多些温暖相伴,相邪前行。 。 从此以后,对方就是你人生中最珍贵的人,是相互扶持走完一生的人。 。 婚姻是神圣的,不尊重的人,必然遭到婚姻的惩罚。 。 。 因为工作的原因,采访过一个孤独老人林老伯,确切地说是被判婚姻的人。 。 。 林老伯生活的年代自由恋爱还很少,她和妻子是通过亲戚介绍结婚的。 。 结婚之后,也有过几年幸福生活,然而随着开的小店生意见好,手里也有了几个小钱,心也开始飘了。 。 。 林老伯越来越看不上妻子的老实,木讷,何不打扮?于是,就在外面养了其他女人。 。 身边风言风语的越来越多,妻子也向她抱怨,要她收心回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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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她都不管不顾,只顾自己享乐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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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时他出轨的时候,儿子已经读了中学,十几岁的年龄,对父亲的行为,心里已经憎恨 看住母亲的泪水,每次看到父亲,眼里射出的都是厌恶 后来儿子考上了大学,大学毕业后,就把母亲接去了城里生活,再也不跟父亲联系了 当初儿子结婚的时候,都没有叫他,还是他自己跑去了婚礼现场 现在李老婆年纪大了,但是妻子并没有原谅他,儿子也不肯接他走 到了晚年,独身一人的时候,才知道,老婆才是他一生中最珍贵的人 婚姻如同人生一样,是一场修行,一场关于自我,两性亲子关系,生活的一场修行 你修行是什么样的因,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 如果被判婚姻,被判爱人,势必会遭到婚姻的惩罚和爱人的远离 不要等到老年了,才回不当初 今天话题 你如何看待另一半的重要性?欢迎留言分享 我们下来看